浪捷舞武功所有队重组,所为实力和人气并存的陈丽金 可所谓是每一组的香波波,十分的抢手 陈浩宇和杰七威都想抢陈丽金加入自己的队,场面一度激烈 看分组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节目组稿的排名 这次四宫的排名可真的是简直是水淹了的排名 水大发了,武功排名太水,看不下去 因为上一宫陈浩宇团分数高于了七威团 成为了陈分一团,全员安全 而其他团则成为了危险团,排名靠后的末位淘汰 结果四宫结束后的排名情况是可解排名第一 第二陈浩宇,第三七威,流经第九 陈丽金排名第五,尚文杰排名十五 谢金燕姐姐因为在陈浩宇团里,所以安全 而七威团的蔡世荧则末位淘汰 实力强的淘汰了,没什么业务能力的却留下来了 七威都要碎了,自责自己战略失误没有保护好蔡世荧 如果当时师姐合作秀派陈丽金和流星去就稳赢了 就能全员安全 蔡世荧的离开让陈丽金也止不住的落泪 班班族已经有很深的感情了 而作为一直没赢过的和杰喜爱排名第一 大幕疯了,全是呵呵 哇,确实这也太水了 懂得都懂,七威陈浩宇和杰抢陈丽金现场太刺激 尘封2024,武功名场面有 上文杰Juice合作,流星陈丽金爆改东风破 队友被咬走,七威心态崩了 七威直接开大对陈丽金说我就要你 这么直白的告白,如果陈丽金的心里的第一顺位是七威的话 肯定就会跟着七威走了 奈何陈丽金是一个顾虑很多的人对待舞台有自己的考量 何杰则打从未合作的牌劝说陈丽金 并且一直在陈丽金身边给他压力 因为他真的也很想证明自己 马上浪解PK就结束了 他也很想赢一次 而作为最受大家喜爱的双城,VP 陈浩宇在一开始的抽牌过程中就直接直奔目标 不抽到陈丽金不停,心里只想要陈丽金 根本不顾主持人的提醒,说里面有两张轮空卡 抽到了轮空卡这一局就轮空了没有选择的权力了 结果好不容易抽到了陈丽金 陈丽金没有站起来,为了等陈丽金 陈浩宇团把所有抽人的机会强步用掉了 一个队员都没捞到 最后被七威和和解围攻的陈丽金 懂陈丽金选择的为难 陈浩宇主动放弃了争取的机会 他走到陈丽金的身边对陈丽金说 你很为难对不对,你有点为难是不是 那我不为难你了,我觉得三个人为难 你太难了个人觉得如果陈浩宇拼命争取的话 陈丽金可能会过来 大家都想争陈丽金这块流量王 只有懂他的陈浩宇不想让他为难 因为他知道陈丽金会顾虑很多东西,想很多东西 而当柳言那句,你没叫动,你再去劝劝 这句话的含金量,他们都是很为鼻子考虑的人 没选队团,但是有好哥,也有好队友陈丽金也值了 最终陈丽金选了从来没有合作过的和解之后 在选歌方面也选到了自己喜欢的国分曲 《东方破》和《破风》 并且和流星共同演绎《东方破》这首歌 节目组故意控制一个搞乐队的流星 一个编制内的陈丽金,不让其当队长带团 也不让其排名太好看 甚至在节目中明目张胆的刻意而为之的 要将《东方破》这首歌改变为流星歌曲 之后被流星质疑 流星质疑,节目组为戏曲说话,为陈丽金说话 为什么戏曲只能在流星歌的后面呢? 那一刻,君君可能看刘琪的都眼神充满了震惊和感动吧? 因为陈丽金不是唱流星歌的 他不懂流星乐制里面的事 一宫二宫有鼎鼎姐和浩宇 唱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三宫四宫有七薇会问 七薇也敢正面钢老师 这是他俩的舞台 君君不等也不能去跟老师说 但流星知道君君 老师觉得君君以后也不会有啥交际 所以从没考虑君君 但流星不会 但是没想到直爽的流星会直接和节目组硬钢 他真的只在乎舞台 其他的怎样都能接受 无愧于心 只做自己 很显然节目组的意思是想让这首歌大部分让流星来唱 而且是当流星跳起来唱 陈丽金当陪衬就好啦 不想让这首歌票数太高 完成度太高 陈丽金正是美心好团 但是拥有了一个好队友呀 据说武功流星和陈丽金的东方破合作秀 非常的精彩炸裂 投票数突破900 成为本场票数最高的表演 然而尴尬的是他们的团秀派数却不理想 好像是第三 看来流星和陈丽金也带不动和节啊 节目组的放盘又打错了 你对陈丽金拒绝七威和陈浩宇怎么看 几位人气超高的姐姐和节七威和陈浩宇 竟然为了争抢一个队友陈丽金而撕起来了 起因是姐姐们正在组建新一轮的队伍 陈丽金作为实力选手 当然受到了姐姐们的青睐 可谁曾想她居然成了内讧的导火索 让三位元气姐姐打起了dub 首先是和节 这个乖乖女一反常态 既然主动找陈丽金搭档 太多还挺霸气的 接着七威那个大嘴巴看到和节先下手了 立马紧跟着把陈丽金勾走 语气听着就特别渴望合作 最后陈浩宇我还以为她会识相点 结果这个小透明也不甘落后 开始卖门讨好陈丽金 你说这阵仗够满不 三大实力派为了一个人直接掐起来了 到这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震惊 我当时眼睛都直勾勾的脑袋温温作响 这可把我看明白了 原来这届姐姐们的实力比想象中还要强啊 尤其是那三位居然连陈丽金这个一姐级别的都不放过 可见他们对夺冠有多渴望 要知道浪姐的冠军可是大红大紫的待遇啊 一箭难求 这件事情让我对本季备受期待 你能想象三个狠角色真抢一个人时会是什么场面吗 我看好这波狗血大戏啊 不知道最后谁能笑到最后 会不会又是黑马冲击呢 一时半会还看不出谁会赢 究竟哪位姐姐能坐文宝座 我们拭目以待吧 总之这出节目绝对值得我们进follow的 谁掌握了主动权 谁又会背后插刀子 未来只会更加精彩绝伦 到时候咱们再灯色下这些节目幕后的八卦吧 你们觉得谁会赢 快来跟我猜猜看啊 哎哟 差点忘了给大家总结一下各路姐姐们的机会咧 首先咱们来盘点一波陈丽君 这可是被姐姐们视为王炸级别的存在 按理说他本来是夺冠的大热门 可是近来因为身体出了点小状况 再加上后面几轮静言表现一般 让他的人气有所下滑 不过我觉得陈丽君别被小看了 毕竟他摆在那里就是一张王牌 谁能拉拢了他无疑就占了先机 所以大伙别太快把他给撇了啊 再说说那个乖乖女和姐吧 虽然他前几轮节目里表现平平 但最近这一把抢到同名 吓着我们不轻啊 更关键的是 他主动去揽陈丽君这一处 可把我们看待了眼 看来和姐野心不小 要指导黄龙啊 而且大伙也别忘了 他之前在乐坛可是大红大紫的主力呢 要是唱歌的分量足够 说不定就能翻盘躲关哦 那么划分再转到大嘴巴七位这里 大伙肯定对他最有印象 因为他一上场就把镜头全占了 气场太足 活力四射 不愧是人气担当嘛 七位这一手把陈丽君给拐跑 绝对是他自信心作废 不过话说回来 他两位技能满点 人眼口碑这么好 最后很可能会一招夺关哟 大伙有没有发现 他就是亮节里的领导干部啊 最后咱们再盘点一下 黑马小透明陈浩玉 他这个暗马可是有点看走眼啊 一开始大伙还把他当作陪衬 谁承想渐渐就抓住了大伙的眼球 尤其是在几轮禁眼里 他都表现得有声有色 完全就是一匹黑马那 虽然他最后并没能成功邀请到陈丽君 不过用心良苦值得被表扬 说不定陈浩玉就是那个最后的黑马冠军呢 这种突然杀出来的黑马 我向来都很看好爱 总的来说啊 我觉得这届姐姐们的实力真是了不起 谁也不好说的准最后 谁会笑到最后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出浪姐的大戏绝对精彩绝伦 绝对